大哲哲 阿翔 不夠了解自己的公主 沒有做到一人份 或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就是如果把這些改善的話 配合起來會比較簡單 剛剛開始因為我們多國語言 所以就算我們都講中文 彼此還會誤解他的意思 我們在夏季賽朝整的溝通方式 這兩位選手風格很不一樣 然後想不想遇到是都可以 因為都差不多難倒 還蠻開心的吧 那時候壓力也蠻大的 那時候第二場還要上有點危險 贏了 贏了就贏了吧 贏了也有技巧在打 取決於兩邊玩的角色吧 如果可以再候選的話 應該是我在對線上面會有一點優勢 他應該也是一樣 所以兩邊應該差不多差不多 中下蠻厲害的 我會打後期 最後打好我的線 等一下交給我的隊友 應該就沒什麼 誰知道 我是J粉 我是不是想轉 所以我講這個就很有公信力了 這黑術跟你有 有一些接觸 上班過來看一下前期是三等的夜曲 沒有這個就是連game都不想game 趕快回補就好了 要開三下全部握一套 但他cover沒cover就還想殺呢 走出來 是不是在懶啊 上路要塔殺欸 沒綁到 給一套鱷魚抗塔一兩段回生 退掉塔的傷害 這個其實已經沒有game好了 他這個被敲起來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暈 那crash就有點急了 但這個組合就是這麼的無腦 大家還是帶啊 還是帶因為 就是我自己覺得雖然他被 算是大幅度削弱了 哇勾下來欸 怎麼找到再有兩次E 距離夠遠 不吃還可以賺點小錢 賺點小錢然後堆一點魔力 也是開心 好痛苦喔 這差一等啊 唉唷 Q3被躲掉 反身W 跑丁撿牛搭上了一個打鐵馬塊 往前繼續這一集 一個普攻 閃現的普攻 So cute 太神啦 3Z 然後直接反打他一套 這3Z在強攻啊 這波是秀爆 這邊 他是直接往前一 躲掉那個繩子然後躲掉Q3 然後剛好50的怒氣 直接用W跑丁撿牛 暈到超久的時間打一套 超強這個配合 死刑宣告 對方連戴征服者想搬打的機會都沒有 對 然後這一波應該又掉兩波兵了吧 直接爆開 他還是派妮可上去 他用TP妮可上去救一波 犧牲召喚換了一條火龍 哇 騎父啊 三個人夾 就是要小亮死的啊 哇 海溫這波跑線 今天不是小亮啊 是小暗啊 好暗啊 人生黑又黑白了 雷4他們一定抓啊 火龍更折人一點 哇這個直接連上 沒辦法 太肥了 他說不定跟蜘蛛打起來2打2都會贏 是 欸 再蹲再買來拍蜘蛛給打了一套 開啟了一個夜幕 逼無王二塔走 黃昏渠道也交了出來 又灰了 那等蜘蛛下一波技能吧 可是妮可 妮可救人 UNIBO要來救人了 阿卡地有TP 這一波想要先嘗試秒殺小亮 小亮刀都沒起手 直接倒下 直葉曲來 另外變成葉曲的一個尼可 也閃現這座 葉曲倒 反正鱷魚還沒死 可以繼續走 大難零頭各自飛 鱷魚用Q技能 還刷了一下對面的分身 回了血量 回身的牌不大量了 往前兩個人暈眩戒指 尼可在此前丟了一個1 螺旋蜘蛙輸下人頭 但可惜蜘蛛還是把牠給收了2打3 喔 這個 7等打6等啦 喔 來了 強殺 上六投資一波 想要嘗試抓 但交出驚人的一個 急尼克時起台的瞬間 還是被尼可給收下這一波4-2 凱雲也有驚人 起台的時間 差牙尼可一起做大 順時收下人頭 而康達可以交出驚人 打出了一波4-2的機會 下路拆塔 想要迅速的把塔給拿下 而中路位的話 運用御視者HKA加緊腳步 看誰的優勢 誰的一塔 可以拿到御視者正義鐵拳 為什麼 藍方還是先拿到了 也沒有要打啦 就看他表演拆塔而已 雙方搶一下 一個石頭現在都是 就是如沙漠中的一個水源 一般 對於惡薩斯的小量來說 都是挺補的 誒 開大直接從後面來 這個感覺 有閃現 直接躲到了牆角右邊 後面TP要來 窄口區又被鎖住了 此時出場的一個KA被打殘 不會不敢進窄口 HKA的陣型 每次都 撕裂傷都 誒來了 第一波開戰往鱷魚這邊 恐懼要跟上 交閃線鱷魚再開大 回聲反打 說真的我覺得他客氣了 你說鱷魚嗎 對 我覺得鱷魚客氣 他兩間大招 我覺得要砍這兩個軟皮的 在中路中 菜也還在農 翔菜抓一次 那閃線嗎 有 一個GP800 搭配左耳右邊鱷魚 一進了兩段 捏一直接往下 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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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還在跑 瑞空沒了 這一波要殺到底了 再一個螺旋吃花 暈住鱷魚切 普攻直接敲 敲死了鱷魚 鱷魚倒下站 上路的高低可能要掉 何必呢 四星宣告 喔唷 哇 刷回來 漂亮 一炮轟到 不要再開了 一龍 夜曲前時開大 搭配瑞空 明星進步 閃線採夾子 後面應該是進不了場了 金克斯已經跑掉 那前方夜曲可能要倒了 空夜的天使甲已經沒有 阿卡莉靠著位移技能 無瑕追擊成功逃掉 爆走啦 爆一炮 想要嘗試抓目標 但沒有抓死UNIFI UNIFI已經爆走 此時MADING的靈人 竟然只能往HK加逃命 麥可的版權 第四個 ��出了四個人 麥可繼續逃竄 因為前方依舊 還是沒有太多的勝利的機會 還能打嗎 其實這一波 MADING開得很好 他抓到對方 兩個效驗 繞彈的情況下 但重點是 K的這個閃線 踩夾 想開戰 結果踩夾了 導致空夜一個人進去的時候 傷害跟CC不夠 被UNIFY有機會就是打一波手術出來 對 那其實這一波MATING是有機會全面虧敗 因為他們側退的位置是完全反邊 但關鍵就是妮可這個反身大太漂亮了 看不到他 得坐下來 然後先秒一個 好正的東南西北 真的是上下左右各一隻 後續也不敢打了 因為妮可的位置是反包的 HK也不敢打 要再強開嗎 葉曲 再來一波 左邊位置準備抓的是赤核心的蜘蛛 過河蟹上吊在沒有地方可以落下 最後落了一個葉曲再加閃圈 我一個沒開到 躲掉了K的明星去摸 葉曲是不是在後面了 怎樣 總是得到兩個葉曲嗎 總是有兩個葉曲在這兒 妮可變葉曲就有了 還可以變出第三個 有三個葉曲開到 明星無異程控制 這次是控右邊 而且又被螺旋自發給定到 閃圈過去的妮可這座的 只做了一顆前方有個貼心掌 都沒有在盤棄的葉曲 不過後方位置僅刻是準備暴怒 往前射擊鱗魚也已經要趕到 鱷魚的切的位置很好一個一進來切到 阿卡莉進場 鱷魚來了 不一樣了 鱷魚來了 不一樣了 他就輸出前方位置 剩下一個空月 常常恐懼留住阿卡莉 但被射理器反身一勾起來 之後找到想要嘗試換的一個空月 被盤棄給留住一部的S 就落在了HK手中 Uniberg的粉尊勾了下來 然後這一波會彈就直接全面虐殺 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你懷疑自己的時候 估計整個是嗎 這個應該 MAD這把就很難守 來了來了 這鱷魚打一波了 驚人 這鱷魚 這鱷魚 看著驚人3D起來 瞬間被五人給爆打 運用手套脫了不少的時間 這炮太遠了 想要嘗試進攻的妮可 也抓不到太多的機會 有那個超級兵 根本 就只要讓那超級兵推就好了 基因克這感覺不用點 他在旁邊就是青小兵嘛 用他的火炮 開戰 紅月 尼可進場 目標是這個燈籠的位置 想留下UNIFI 但是有空出來有空到 攝影師已經融化了 但沒有人可以抓UNIFI嗎 UNIFI 站在了最前面的位置 左方位被綁到 Crash 教室驚人起來 瞬間盤就是往後綁 小閃是秒殺 沒問題直接秒殺 誒狂都射起來了 這一炮一炮的射到了 沒聽的心坎裡面 甚至3D的肥度在溫泉裡面 與溫泉共舞 剩下的人員阻止不了 已經射起來的UNIFI 我們要準備恭喜的是HKA 在這場比賽 要以2比0 來到了一個聽牌的局面 沒聽 比較可惜 並沒辦法如願以偿的 來到1比1的戰局 我們恭喜的是HKA 最後面超誇張的欸 結果看到 我們不會被接到 我們會待在這條射程 看著 汇圓 我們會放在這條射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